大家好,我是途群青 那我還是稍微對我介紹一下 那我現在是台大歷史系 台大歷史系三年級 那很榮幸今天來主持這個 《黨國善言理論》 《愛希曼與惡的擁強》 這種講座 那先介紹一下講者 人稱小爸爸的這個 蕭運河中年院人設中心的博士後 那也是台大政治所的博士 那就是之前有 也有幾次關於惡藍的演講 那其實現在 這幾年大家在台灣越來越 惡藍越來越變成顯學 就是其實 從 僵硬化的事情到 兩千年後後各種 其實這幾年都語波蕩揚開眼花的判決 然後開眼花 開眼花當時 然後到開眼花過去有判決等等 那惡藍也不斷被提起 從 從這個 今天要談的這個 台灣的藝本叫做平凡的邪惡 到可能惡藍的其他著作 這個 不管是例如說 政治的承諾 或者其他著作 其實 不斷的被談論 那到底在 談論什麼 其實我們 很值得進一步去 去理解 其實 1960年代 抓到 艾森曼的這個 這個特務 特工 他也在2019年過世 其實 有一本書叫做納稅列人 是跟這個 很相關的 很相關的討論主題 那 大概二戰過了 過了七十多年 其實 這一群 在世界各地 就是流亡的這一群 猶太的這個 特別 特別行動隊 其實 現在的 臺活的人 住幾百月少 2017年還有一個 九十多歲的人 被抓到 那 那 特別來臺灣 其實 我們先不要說 追究這一些 曾經嘉義體制中的 共犯 我們連 知道他們是誰 可能都有一定程度的困難 那這幾年 隨著檔案開放 其實大家也在辯論說 到底 例如說像檔案裡面 那一些 第一線的 第一線的 密告者 或者是憲民等等 名字要不要遮住啊 然後或者是 例如說有些人 覺得當事人可以看 那 像前陣子 宿展會的活動 也請當事人來看 他們那些 不是自己寫的日記 等等 所以其實 透過這個議題的討論 你可以回頭 看說 那臺灣現在的 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那 過去有什麼案例 這樣子進行 所以2013年 其實 玉山社出版了這個 臺灣一本叫平板的 寫二 這個 二藍的這本書 那 正式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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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老大神的這個議題 引進台灣 那 2014年就發生太陽花 那正好 這個 研究二藍的 張藝化 出現了 網路上出現各種 降到失戀 江院長的語錄 那大家開始 越來越多人去看說 那 二藍到底在看什麼 那隨著 其實 前陣子吧 應該是兩禮拜前 太陽花的這個 刪過罪 又宣判 大家就再一次的 討論 二藍 還有平板的 西藥堂 當然邱華說這個 很久以前都定好了 跟新的判決 沒有什麼關係 那 這個我也講多多 就是不要佔用太多時間 我們就把時間 交給這個 蕭玉和先生來 看看今天的主題 大家就請大家掌聲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 我們意外有蠻多高中生 因為其實我以前帶著 我很少遇到這麼多高中生 或者是 對 那 今天想要跟大家 一起討論的這個主題 是關於 一個在台灣其實 算是蠻有知名度的 剛剛有朋友提到說 因為 之前他有一個部 算是 應該是兩部 一部是紀錄片 一部是劇情片的電影 其實前幾年在台灣 都有一些討論 然後 包括 就是 我個人非常尊敬的 這個 這個 中演員的蔡英文老師 他也曾經在哲務 也講過 他自己 蔡英文老師自己 也是研究二藍 然後他也在哲務講過 這個 也講過這個主題 那 為什麼今天 我會覺得 這個 這個 主題特別有趣 特別 我自己覺得特別有趣的原因 其實 當然某種可能跟台灣的處境有關 但是 就像剛剛 劇情說的 其實因為這題目很早的定 所以說 其實跟最近的判決並沒有關係 但是他到底要怎麼樣 他有沒有在某個意義上可以跟台灣的情境來做連結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 開放的 然後就是說大家可以去想 那 我先看 我先跟大家談一下 就是說 主題是 就是黨國殺人理論 什麼叫黨國殺人理論 這我們等一下再說 那我們現在看今天的主角 就是這個 愛希曼威沒有找到更清楚的土耐 這是他在 後來被送到以色列受審時候的這個 這個照片 那簡單介紹一下他的背景 他是一山帝國的黨衛軍的忠孝 忠孝 忠孝這個職位蠻有意思 因為忠孝基本上是 有點算是中階的軍官 然後 我說他特別有意思的一個原因是 愛希曼後來在接受受審的時候 不斷的抱怨一件事情 就是抱怨自己 生不到上下 這個細節蠻有趣的 等一下我們還會再談 然後他的主要工作呢 是在執行猶太人的驅禮跟移送集中移 那他的表現其實非常的出色 就是 納孝帝國在處理 處理猶太人 其實是分了幾個過程 第一個過程是 第一個過程是 把他們驅離 然後第二個過程是 把他們集中到我們的地區 那最後一個過程 就是我們後來大家 有時候會聽到的 這個final solution 就是最後最終 最後的解決 那個就是 送到集中移去 那 這個最終方案的 這個 這個 有一個會議 叫做萬福會議 這也是蠻有名的一個會議 那這個會議裡面 他被 這個會議 基本上就是 因為要執行這個final solution 需要有各個 簡單的說 需要一個 需要各個部門的協調 所以那時候他在帝國 就在萬福這個地方 開了一個萬福會議 那在這個會議上 他被罰作為中校 然後被負責 就是來執行這個 所謂的這個 這個猶太人的這個 最後最終方案 那他有一些外號 叫做 比如說這個 卡利古那 這是 指羅馬的一個 以前古羅馬的一個暴軍 然後猶太人殺好 然後大菩薩總督打 就是 從這些外號就可以知道 其實 雖然他的官階嚴格來說不高 但是他其實是一個非常著名 類似像是戰犯或者是說 一個兇手 然後他在 他在這個二戰結束之後呢 有一陣子是躲在德國的北部 後來透過一個秘密組織 就是納粹有一個秘密組織 專門把這些納粹的高官 把他們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所以他在 在德國躲了一陣子之後呢 他就被 他就來到阿根廷 然後在阿根廷生活 然後 改名換姓就在阿根廷生活這樣 然後到了 大概過了 將近十幾年之後 在1960年剛剛 軍親有提到 就是被射約特務綁架到 耶穌薩龍的審判 那這個綁架事件 當初其實也引起一些討論 因為 第一個 基本上他真的是用綁架的方式 就是跟踐他了好幾個人 跟踐他了一陣子 然後 趁他下公車的時候 就把他綁架 然後把他打扮成喝醉酒的基礎人員 然後帶上飛機 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 這個方式其實是非常的特別 非常的奇怪的一個方式 第二個 涉及到一個國際法的問題 到底誰能夠審判愛希邁 以色列可以審判愛希邁嗎 以色列跟德國並不是交戰 那你要 如果我們今天說以色列 他可以代表德派人的話 那他 為什麼不透過國際 一些國 一些國際管道來 引渡愛希邁 這些都是當時這個審判引起的一些爭議 然後 或者是說 涉及到一些比較陰謀論的解釋 比如說 因為當時德國 當時的西德政府 跟以色列在談判一些 這個 這個 戰後賠償的一些問題 所以說 有沒有可能愛希邁其實是 在這個談判過程當中的 西德政府的一個籌碼 這也是有人會質疑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就涉及到一個問題 又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 有沒有可能西德政府打籌目 一開始就知道愛希邁有在阿根廷 因為其實在之前 其實大家都以為愛希邁已經死了 然後或者是說逃到中東 其實沒有人想到他會逃到 有一些 當時納粹德國的政 納粹帝國的政要 他們會躲在德國 躲在 他在地沒有錯 但是就要愛希邁來說 其實那個時候的線報 一直是指出他人是在中東 然後可能已經身亡 就是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有一些傳聞 或者是說有一些猜測 好 那 他被帶到這個 那這些我們都不管的話 就是說他被帶到 後來他被帶到這個 耶路撒門就開始審判 那這個 賀蘭就是 他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大家都賀蘭被警告的了解 他是猶太裔的這個 這個一個 一個 思想家 然後他其實在很早的時候 他就已經離開德國 然後到 到美國 那他非常的 這個 他在知道愛希邁的 被綁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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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受審的時候 他就 那個賀蘭就非常的 性質勃勃的 就是說 希望他能夠去聽審 他在寫給他老師的 這個信裡面 他提到說 別忘了我們一開始 如果時間太早 直接接觸過的 那孩子就太少 如果不去親戀看看這個 活生生的惡魔 我們將跟我們有辦法 原諒自己 這個 這上他在寫給雅思 他的老師雅思培的信裡面所提到 這個 這一段話裡面有一個重點 我離開德國的時間太早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提到 就是說 簡單的說就是 那個時候在納粹剛剛開始 剛剛開始執政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在1940 欸 有點忘記題的 確切的 確切的哪一年 反正就是在很早的時候 他其實就已經離開德國 那 他在這裡面說 如果不去親戀看看這個 活生生的惡魔 我將會有無法原諒自己 他跟他老師 雅思培在 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其實他的老師 雅思培有稍微拒絕了他 或者是說 覺得這件事情 沒什麼好看的 就是有點說 其實你 你不會看到什麼有趣的東西 好 那後來賀蘭在去了 這個 去了這個 呃 然後 他把他的官程紀錄寫成了 一開始是單編發表 後來集結成的一本書 這本書就是 剛剛 劍羹有提到 2013年在台灣出版 台灣把它翻譯成平凡的邪惡 其實我覺得這個 命名有點問題 就涉及到這個詞 我們看這個詞叫做 Panel of Evil 如果 照著翻的話 應該是說 呃 惡 這個惡 我們先不管這個惡是什麼東西 這個惡本身 他有一個 Fanelty的東西 也就是說 其實等會我們把它說 像是這個惡本翻譯的話 就是說 平凡的邪惡的話 那感覺好像是說 這個邪惡本身是平凡的 這個惡本身是平凡的 這個惡本身是平凡的 或者是說 他是Fanel 但是其實這個詞 我們看這個詞的意思 其實是說 這個惡本身 他有一個 Fanelty的部分 那這個Fanelty的部分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帶來看 那 這個 擁場這個詞 其實 Fanelty這個詞 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翻譯 我自己是把它翻譯成擁場 那如果像這本書的話 就會翻成平凡 然後 這個眾議院參與老師 會把它翻譯成 浮淺 就是 浮 就是漂浮的浮淺 就是 淺白的淺 但總之反正 大家都應該知道他的 大概的意思 大概的意思 那我們簡單來看 簡單的說 賀蘭去到那邊的時候 他發現他看到的 不是一個 他之前期待看到的 活生生的惡母 他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人 就是艾希曼這個人 他 這個人很庸長 他的講話 他的 提到的各種東西 都非常的 那這個東西是指什麼意思 我們來看 賀蘭這段話 他說 當我說到 這個 賀爾擁場的時候 我說指的是在嚴格 事實性的層面上 提出一個 我在這檔審判裡面看到的 艾希曼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們像奧塞爾爾裡面的 堅熱小人 也不是這種 這個 這個 沙斯比亞戲劇裡面 那個編輯怪異的 馬克白 然後在他的內心深處 他也不像 那個 也同樣是沙斯比亞人 這個人物 他三次那樣子的 一心為惡 艾希曼是一個 怎麼樣的人 他格外勤奮努力的原因 是因為他一心明硬 只想升官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 艾希曼非常的在意 他沒有辦法 身上上效這件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說 這種情分是犯罪 因為他永遠不會殺害他的 喪失串骨的情味 更明白一點 他其實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句話蠻關鍵的 這是後來這個說法 一起有大爭議的一個原因 然後接下來 爾蘭說正因為缺乏想像 艾希曼這個人 他不是愚蠢 他純粹就是 全無思想 就是這個 就是 沒有 完全沒有思想 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再說 我們先簡單的看 帶大家看這個東西 但是 這個東西並不等於愚蠢 也正是因為如此 他才化身當時最實惡不色的魔頭 但是 即便說這個東西是擁場 或者是說 很古蹟的一個狀態 即便我們竭盡所能的 也無法從艾希曼之上 發現任何殘忍魔鬼般的品性 他的情況還是 超乎常態 這是簡單的 先給大家看 就是說 艾希曼怎樣談這個 艾希曼怎樣談這個 艾希曼的Evil 後來 二蘭還有繼續解釋 他說 當他說這個 惡的擁場 或者說 白人有Evil的時候 他不是在談一個理論 他也不是在談一個教義 或者說教導的東西 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東西 這個現實的東西是什麼呢 大規模的這個惡行 他的根源沒有辦法追溯到 這個作惡者身上的任何敗德 或者是說病態 或者是說 任何特殊的意識形態信念 他唯一的一種人格特質就是 潛魔 那 是無論 他的行為有多少殘暴害人 他這樣的人都不是一個惡魔 也不是怪物 那從艾希曼這個人過去的各種行為 受審前 受審後 受審時 然後在受審前 那個警察問訊的各種表現 他表現出來的唯一的特徵就是 完全是 negative 的東西 就是 不是愚蠢 可是是一種非常詭異 卻在真實不過的 沒有能力思考 或者是說無能思考 這段話跟剛剛那段話 其實有很多重複的地方 那給大家特別看起來 是想要請大家先記住一些 簡單的關鍵字 或者是說 有一個對到底 Panel to Ego 是什麼東西 有一個 粗淺的 一個認識 等一下我們會再洗談一些問題 那 後來這本書 就是這本 這個 算是他的官審紀錄出版之後 其實引起了很多的討論 或者是說 引起了非常多的憤怒 特別是他的 這個 猶太人 顧救朋友 其中一個原因 除了 某種程度上的原因 不是因為賀蘭對 泰西邁的判斷 這是其中一個 但是另外一個原因 也涉及到說 他這本書裡面 其實反覆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 當時的 這個第三 他在第三帝 有在執行這些 對猶太人的這個 圖傷也好 或者是說這個 驅靈 或者說集中營的這些事情 其實當時的 自己猶太人的社群 也 某種程度上也是推手 或者是說 他們自己也是一個共犯的解構 那其實類似像這樣的判斷 或者是說這樣的 一個說法 其實引起非常多的 猶太人的不滿 這是他這本書 某種程度上 這是他這本書 引起很大的爭論 或者是說 引起非常大 甚至直接可以說 就是引起非常大的憤怒的一個 最主要的原因 那這個部分呢 可能有一點關係 但是我們今天 不會特別去 提到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還是把 焦點放在這個 鄂蘭對艾希曼這個人的判斷身上 那 除了 鄂蘭自己的好朋友 然後他的一些老師 或者是說 因為他也有同胞 對他不量解之外 鄂蘭提出了這個 鄂的擁場 或者是說 Evo這個說法 其實也引起一些人的反感 或者是說討論 比如說舉個例子 這是集中營的倖存者 John Henry的一個說法 他說 這個東西我把它叫做 蓋世太保的路人臉 他的意思 我們看一下這段話 就這段話蠻有趣的 蓋世太保是這個 黨衛軍的特別行動部隊 他說 蓋世太保臉上沒有長歪的鼻子 沒有寬大的下巴 沒有巴痕或者是刀尖的巴痕 就像是所有書上會描寫的那樣 相反蓋世太保的臉 其實是一張跟所有人一樣的路人臉 然後下一個階段 這種驚人 毀掉一切抽象想像的認識 會讓我們明白 路人臉最後是怎麼樣變成蓋世太保臉 惡又是如何被掩蓋 而拔高了擁場 下面開始 就是特別提到鄂蘭 當然不會有什麼 鄂蘭在他關於艾希曼的書上面 所寫的惡的擁場 接下來這是他對蔡蘭的判斷 他說 鄂蘭他對這一類人 這一類人類就是指 類似蓋世太保 或者是說這個黨衛軍的這些人 的了解都源自於道聽途說 或者就只是隔著玻璃隔板看他 這是他的統治 因為當時受審的時候 這個艾希曼是被 有點放在一個 就是被用隔離板勾起 隔起來的這個狀態 好 然後他接著說 當事情挑戰我們極限的時候 我們要討論的不可能是擁場 因為這麼一來就不再有抽象 其實是指 涉及到一些理論性的東西 也不再有逐漸接近現實的想像力 我們從這段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 這個作為集中營的信存者 這個 他其實對鄂蘭這個 說法是非常不認同的 不認同的原因有非常的多 除了他這裡面什麼看 還有一個重點是 剛剛我們提到 鄂蘭其實很早 他就已經 逃亡了 所以 鄂蘭自己的 前面我們也提到 鄂蘭自己也承認他對 他離開德國的時間太早 他其實也沒有接觸過的 這個 接觸過的納粹組織也太少 他沒有 他其實對於 第三帝國的這個納粹的這個 這個 這個組織的人接觸其實很少 所以 反而來說 類似像 鄂蘭歐這種 他在集中營裡面 真實的見證過什麼樣 叫做 惡 什麼叫做這個 納粹的惡的這種 倖存者 確實更有理由 談 什麼叫做 這個納粹體制的惡 這是一個 說法 接下來 在2011年的時候 有一個學者叫做 他其實是個業餘的歷史學者 德國有一個 業餘的歷史學者 叫做這個 Stanis 他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 從他的書名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在挑戰二來 因為你看這個書名是 在耶路撒冷之前的愛希曼 然後這本書的這個書名是 在耶路撒冷的愛希曼 所以說 這本書想要搶了一點重 然後 後面的目標題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大規模的謀殺犯 他的人生其實沒有受到檢視 那這本書是要檢視這件事情 這本書有一個 他的貢獻就是他非常細緻的分析 當時二來沒有辦法接觸到的各種官員 艾希曼的各種文件 還有包括艾希曼在阿根廷時期 是非常認真的在寫各種東西 他曾經想要寫一本自己的自傳 然後寫自己的回憶錄 所以他留下了非常多的語告 這些東西其實二欄是沒有辦法看到的 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現在關於艾希曼的一些檔案 目前德國也還沒有解密 目前的德國政府其實還沒有解密 然後他已經解密的部分 分散在各個地方 那這位業餘的歷史學者 他通過這些檔案的考察 他得出了幾個滿有趣的結論 這些結論表面上看起來 跟二欄對於艾希曼的判斷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的結論 首先他的第一個結論是 艾希曼這個人是一個工於心機 自己戴上各種面具的男人 就是他的一個說法 也就是說 簡單的說 他艾希曼這個人 在一路上的受審時的表現 可能只是他戴上的 不是可能 就是單純就只是他戴上的另外一個面具 簡單的說艾希曼這個人 是非常知道在什麼場合他要講什麼話 然後 知道某一些知道在什麼場合能夠講什麼話 來逃避他的 對他的指控或者是說 責任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 在滅絕猶太人的帝國事業當中 艾希曼是一個陸力表現 絕對不是單純聽令其次的一點點 這一點其實跟二欄的判斷 並沒有太大的衝突 只是說 要怎麼樣理解這件事情 比如說 那個時候在 德國開始 那時候的納粹開始準備要蓋集中營的時候 其實 艾希曼被任命 就是先去考察一些集中營 已經在匈牙裡 已經在歐地裡 已經蓋好了集中營 然後考察之後回來德國這樣 那其實艾希曼那個人是非常的 怎麼講 應該說他非常的勤奮的在做這些考察 就常常就是一日雙塵 一日雙塔這樣子 四處去考察這個集中營 非常的認真 然後馬路填進去 而且還有一點有趣 還有一點有趣的地方 他在考察這些集中營的過程當中 他回來跟他上次報告的時候 他提到一件事情 他說艾希曼說 這一些集中營 就是他所考察的這些集中營 裡面發生的事情 都讓他覺得很噁心 這個部分我們先放著 等一下再談這個問題 好第三點就是涉及到最 在這之前沒有 沒有人特別去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艾希曼在阿根廷的 所謂的流亡生活 其實非常的享受 然後可以說非常的滋潤 就是過得還不錯 一般我們對於流亡者的印象是 可能就是覺得他勝居簡出 然後就是多多長長 這本書有提到的就是說 其實艾希曼在阿根廷過得非常的舒適 然後常常跟以前的這個同事 也就是同樣也是納粹地國的這個 執行猶太人滅絕任務的一些同事 常常聚在一起酗舊 然後酗舊的時候呢 酗舊的時候就會大家互相吹捧 自己過去的這個風風危機 比如說我殺了多少猶太人 然後我做了怎樣的任務 然後 然後 這就是艾希曼自己也不迴避這些事情 然後他也一直強調說 他跟阿根廷政府的高層關係非常好 而且 還有一個蠻有意思的就是說 當時艾希曼在阿根廷的工作是 德國的這個賓士企業 不是一個很高階的主管 但就是類似像是一個就是 職員小主管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一點就更讓大家懷疑 有沒有可能當時的新的政府 從一開始就已經很早就已經知道 艾希曼人在阿根廷 甚至在為賓士企業 德國的賓士企業工作 這本書出來以後引起很大的 引起很大的討論 因為 除了這個話題本身 他就 除了這個艾希曼這個人 鄂蘭討論的艾希曼這個人 本身就已經卻有話題性之外 這本書有點像是犯案之作 就是說給大家看說其實 鄂蘭所看到的艾希曼是什麼 或者就是說簡單的說就是 鄂蘭可能被艾希曼給騙了 然後我現在告訴大家一個 就是把這個人的面具都拿掉以後 他的 他會是一個怎麼樣子 然後他引起了很多的爭論 那個爭論 爭論到後來有一個 鄂蘭的學者叫做這個 這個 他的一個說法就是說 他現在也搞不清楚 大家是在審判艾希曼 還是在審判鄂蘭這樣 對 好 但是我們在談這個 Briority of Evil之前 我們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 到底 鄂蘭是怎麼樣談 更具體來看 鄂蘭是怎麼樣談 Briority of Evil這件事情 那在討論這件事情之前 我們會注意到 鄂蘭早期有一個官員 惡的說法 叫做Radical Evil 就是我們通常會翻成 根本之惡或者是 激進之惡 跟激進黨沒有關係 現場機制的問題 對 Radical Evil Radical Evil這個東西 原本的詞其實是 康德的用法 但是我們這裡不討論 不討論康德的問題 簡單的說 Radical Evil 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呢 我用一句話來說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 Radical Evil指的是 那個 納粹帝國的 在滅絕猶太人這件事情 這個 這個Radical Evil 他本身是沒有辦法理解 或者是說 這件事情根本不應該發生 這段話 上面這段話 是鄂蘭在一個電視訪談裡面 那個主持人就問他說 當你第一次聽到 納粹帝國開始 把猶太人送進集中營的時候 你的想法是什麼 那麼他鄂蘭怎麼說 他說 之前我們會說好的 人都會有敵人 這很自然 一個民族怎麼會沒有敵人的 可是現在狀況完全不一樣 這真的就像開啟了一個深淵 而這本不應該發生 接下來他說 我所指的病 不是指受害者的數量 還包括方法 製造屍體的方法等等 這我們都不需要再說 接下來 又再一次 鄂蘭又再講一次 這一切都不應該發生 可是 某一些我們無法自在的事情 卻發生了 這段話裡面 鄂蘭講了兩次 這本不應該發生 這個話 這句話其實蠻有深意的 這不單純只是指 這麼一個巨大的罪行不應該發生 這還涉及到一件事情 就是當時的納粹帝國 到底有沒有必要去做這件事 做滅絕猶太人這件事情 其實沒有必要 應該是說 滅絕猶太人這件事情 對於納粹帝國能不能征服宇宙 不是征服歐洲 沒有關係 沒有太大的影響 甚至可以說是在拖累 你把你的資源拿去蓋子中演 拿去處理 尤太人 那你拿來戰爭的資源自然就變少 這是一個完全不合理 所以有人會說這本不應該發生 其中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說 這件事情根本沒有辦法 用當純的理性算計的考量 去衡量這件事情 但是對當時的納粹帝國 對當時的希特爾來說 他們把滅絕猶太人這件事情 當成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在做 甚至看得比自己的戰爭還要優先 當時的這個 特別是這個納粹帝國他們在 跟其他國家的那個外交關係上面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重要的一個 維持 要不要維持外交關係的 一個重要的判準就是 比如說 跟其他的國家 要不要維持外交關係 其中一個重要的判準就是 你們有沒有要執行滅給猶太人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如果你們這個國家願意執行 願意跟我們一樣執行 滅絕猶太人的這個任務 這個事情的話 那我們有 我們的國家之間的勇敢會更好 反過來的話 那就是 我可能會有一些筆字 或者是說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就是不往來這樣 就是這些事情非常的奇怪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他本身 說這個東西 是Retco Evil的時候 意思就是說 某種程度上就說 他就像是一個深淵一樣 然後這個Retco的東西 我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我 不只是單純指這個 惡性不應該發生 也不單純指 受害者的數量 某種程度上 也不單純指這個 滅絕的方法 就是在這裡提到的 製造實施的方法 而是指這整件事情 都不合理 或者說這整件事情 根本就是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這是一個Retco Evil一開始這個 指的意思 不管康德原本不用 但是對二人來說 Retco Evil一開始 在二人使用這個Retco Evil的時候 其實他的情感就是 我沒有辦法理解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這段話 是他在很有名的 他在第一本著作 就是極權主義的起源裡面提到的 這是他第一次 上面那個訪談是之後 下面這句話是他在 這個極權主義的起源的時候 提到的 提到這個 所謂的Retco Evil 到底是什麼東西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 已經證明了 惡可以比想像中的更激進 或者你說更根本 西方的傳統 受制於人所能做的最大的惡 來自私的惡行 這個想法 這是我們先放著 然而我們都知道最大的惡 就是這個 納粹屠殺猶太人 滅猶太人 這個最大的惡 這個最激進的惡 與這樣一種人性上可以理解的 這種 人罪也好 動機也好 沒有關係 激進的惡屑竭來說是什麼 我不清楚 你看惡蘭自己承認 他說他不清楚 他只能猜測 這個東西也許跟 下面這個現象有關係 讓人成為多餘的人 剛剛我們提到 他這個 這個 納粹滅絕猶太人這件事情 他沒有辦法理解的原因是 這件事情根本不合理性 根本不合經濟 你唯一可以理解的 你唯一 這個對於這個 你沒有辦法理解的現象 你唯一做出的解釋就是說 他們是在把人變成多餘的人 因為你是多餘的人 所以你的死亡又沒有意義 簡單的說 猶太人並不是那些帝國的敵人 如果你是作為敵人的身分的話 你看那個上面那個 人會有敵人 我們每個民族可能都會有敵人 這個敵人的死亡 這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敵人某種程度上 是有他的這個高貴也好 或者說他存在的意義也好 他作為敵人的存在這件事情 是有意義的 可是如果這個人 他本身是多餘的人 或者是說 基本主義的體制 結果就是造成這種 多餘的人的話 那麼也許這個 Reacom Evil的現象 可能就是這樣子 俄蘭自己也說他不清楚 他其實真的沒有辦法理解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簡單的從這兩段話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俄蘭一開始在Reacom Evil的時候 其實表現出一種 他裡面知道這個東西 大概就是 就是把人變成多餘的人 所以你才能夠 這樣你才能夠解釋 為什麼 那些地國在 甚至已經在 後期在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美國家務戰爭之後 開始 德軍開始敗退的時候 反而 加速了 帶各種集中力 只有這種 人成為多餘的人 這個東西 放進來之後 我才能夠理解說 這個 沒有辦法理解的現象 它可能是什麼 第二個 從這兩段話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我剛剛一直在講 就是說 其實 對於 Reacom Evil 俄蘭表現的情侶是 我真的不知道 那是什麼東西 我只能說 俄蘭講 一段訪談 你也講了兩次 這個東西 本來就 本不應該發生 一切都不應該發生 俄蘭講了這個 Reacom Evil說法的時候 其實 包括他的老師 還有包括他的朋友 其實都有一些明件 那這兩段話 是從他們的書信往來裡面 所提到的 卡爾老師又提到 有一件事情 他說 你如果要把 要 就是說 你如果要把這個東西 當成Reacom Evil 某種程度上 你是說 這個東西 他已經超越了一切的犯罪 他是 那犯下 這個Reacom Evil的這些人 他是不是 就是 這個 超越一切犯罪 罪者的這個罪者 是不是 無可避免 就帶有一點點的偉大 撒旦式的偉大 可是 對我來說 就是 亞斯佩斯奇 他說 這個東西用在那裡是非常的 不妥切 彷彿 那所以就好像大家說的那樣 在希特勒的身上 有某一些魔鬼的因子 可是 對我來說 我們要從 完全的 擁場 從其乏味的 琐碎來看待這件事情 這才是他們的樣子 接下來 亞斯佩斯這個舉例 蠻有意思的 細菌會導致傳染病 而整摧毀 徹底摧毀整個國家 可是它仍然只是細菌 其實 百分之九 EVO 或者是說涉及到 惡的擁場性的這個說法 其實一開始 我自己 考證過的結果 一開始應該最早 是出自 亞斯佩斯這動畫 這動畫其實出在 惡蘭還沒有去觀神之前 其實亞斯佩斯就已經 剛剛在跟他講了 就是這個 REDICAL EVO的說法 其實可能有一點問題 那這個問題 那在於說 你講REDICAL EVO的時候 好像是在 預設 這個罪行本身 雖然很激進 然後是一個根本的惡 那也等於暗示 犯下這些惡的人 他們是不是 有可能 一點點的偉大呢 一絲絲的偉大呢 是不是有可能 在暗示這件事情 然後不知道 惡蘭自己的朋友 這個 有很多 羅太義的一個 一個神秘學家 或者說一個思想家 那個 他也是對 惡蘭這個意見 有一點意見 然後惡蘭在回復的時候 他自己 他自己也承認 修改了他的說法 你看他的回復 他在回復意見的時候 他說 這是惡蘭自己的話 他說 你完全是對的 我改變了我的想法 我現在不再說根本之惡 事實上 我現在的意見 就 現在馬上改變一件 他說 我現在的意見是 惡從來都不是根本 他單純就只是極端 沒有深度 也沒有魔鬼般的面相 他會像郡類一樣 在表面上蔓延 然後毀滅整個世界 這個說法 其實我們大家如果跟 前面上面這個 雅思培提到的說法 其實是一樣的說法 一樣的比喻 就像我所說的 思考總是試著達到某種深度 然後找到他的根源 可是 他 這個他指的是這一種惡 其實他是蔑視思想 讓人挫折的是 因為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這就是惡的擁場 對 賀蘭在回覆這個意見的時候 他還沒有去觀審 但是他那時候其實已經隱約的 意識到這個 他以前稱之為 他沒有特別想過 然後再跟他的朋友 再跟他的老師 通訊過程當中 他開始意識到 是有一點點的奇怪 或者說有一點點 詭異的面相 那這東西我們再來看到 他到底會有人到了 這個耶路撒冷之後 我們具體來看 他到底看到了 就是說 為什麼愛希曼這個人 會讓他覺得奇怪 或者說沒有辦法理解 幾個 我覺得有趣的東西 第一個 類似像是這種戰犯 其實包括之前的扭倫堡大生 其實大家都會做一種辯護 做辯護 我覺得大家應該也很陌生 簡單說就是 我只是體制裡面的一個螺絲釘 那 我就是 我要叫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之前我都是生不有幾個 然後 這個 這個 我就只是體制內的一個小螺絲釘 只是一個齒輪 那如果今天我不做的話 其實也會有其他人來做 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們怎麼跟你說有罪 其實這個東西 類似的說辭 是在扭倫堡大神裡面 這些 那誰的帳範 都一直在講的一個 一個 基本的一個 辯護 那 艾希曼的辯護律師 也是用這樣的角度的辯論 就是在為艾希曼辯護 不過有趣的是 有時候 艾希曼自己 會 不承認這件事情 他強調這件事情 他說 也就是說 他跟他那些暗表操課 照規矩辦事的同時 不太一樣 也就是說 艾希曼當時他 為了要更好地執行 這個 他的任務 或者說他被交付的這些任務 他其實滿認真的去研究了 尤太人的歷史 他在高層 有一個 也不算是外號 但是大家就會叫他 就是說 就會認為他是 這個 類似像是 尤太通 因為他很認真的去讀 這個 尤太人的歷史 然後了解 而且還有一點 就是說 他很認真的在經營 跟尤太人社群之間的關係 特別是一些 尤太人的 類似像是 那個 比較有身分地位的這些人 他非常認真的在經營這些 跟這些人的關係 某種程度上 他做的這些事情 都讓他在這個 帝國的猶太人事業當中 某種程度上 他在這個 帝國的猶太人事業 表現出色的原因 所以簡單的說 我們看看西班自己的說法 他說 我跟那些案表差不多 照會去辦事的同事不一樣 這個說法某種程度上 意思不就是說 我並不是體制內的羅斯丁嗎 我並不是一個單純 什麼命令下來就做什麼 我其實這個會反思 我這個很認真的在做我的工作 我很認真的在做我的工作這件事情 跟我敷衍著在做我的工作這件事情 是有很大的區別 他西班從來沒有否認他是認真工作 勤勉工作的這件事情 而且他還一直強調 他沒有直接說他不是體制內的羅斯丁 但是他在這個說法 他有一點點不認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涉及他的一件 艾希曼的職業生涯當中 一件滿有趣的事情 就是1941年9月的時候 那時候艾希曼剛剛考察完 這個在東歐的這個 這個一些集中林那些中心都不久 他就開始經手大規模的驅離行動 可是這個行動就發生了一件很詭異的事情 就是艾希曼當時上級給他的命令 是你要把這些猶太人送到 俄羅斯里加明斯克這一些猶太人區 但是艾希曼並沒有照著高層的做法 沒有照著高層的命令 他把它轉送到人滿為患的羅茲猶太區 為了這件事情 當時艾希曼跟當時負責羅茲猶太區的人 他的同事鬧得非常的不愉快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 辯護律師會要提這件事情呢 因為他要用這件事情來證明 因為上年提到這三個猶太人集中區 這個俄羅斯里加明斯克 這三個區的特色因為他是新蓋好的 其實他的手法是比較殘酷的 基本上送過去就是 就是直接就是滅絕這樣子 那離了受到人滿為患的這個 這個羅茲猶太區 他是第一個剛蓋成的猶太區 他其實當時他已經滿了 所以說你當時送到那邊可能還有一線生機 因為當時其實這個虛勢都滿為患 辯護律師用這個東西來辯護 他說你們看這個艾希曼還是有良知的 只要有機會他會選擇救猶太人 就是律師 辯護律師的辯護 但是有趣的是 艾希曼其實自己忘了這件事情 但是他後來被提醒了他想到只有這件事情 他並沒有特別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簡單的說 我們不知道當時艾希曼他做這個違反上級命令的動機 到底是什麼 但是簡單的說他並沒有 他當時做這件事情的動機肯定不是 就是心裡想的肯定不是我要救猶太人 因為如果你有這樣想的話 你在受診的時候 或者是說警察詢問的時候 你一定會馬上提出來 可是你其實一開始你沒有提這件事情 他現在根本忘記這件事情 是辯護律師幫他想起來 辯護律師看出檔案之後幫他想起來 我們用這一點來做辯護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第三個奇怪的事情 這是一個小細節 就是艾希曼這個人非常的端正 身為一個成年男性 在耶路撒冷的時候 那個兩個警察 為了要想說 他這個被關著其實蠻辛苦的 送他一本這個小說 這個羅莉塔這個小說 兩天以後 艾希曼把這本書還給這兩個警衛 然後很憤慨的說 這是一本非常不健康的書 我不看 這是一個小細節 這本很大量的端正 而且這個羅莉塔這個小說 當時在 其中一個理由是 在西班牙的理由 是這本書 當時在我們本國是被禁書 我不看黨國的禁書 從這上側面 我覺得大家應該可以 就是感受到當時 在鄂蘭所看到的 或者是所看到這個人的這個 有點奇怪的一個狀態 我們繼續來看一些奇怪的地方 或者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特別覺得奇怪 就是艾希曼說 他想跟過去的人 和解和平共處 這樣的說法其實也不特別的 例外 就是在戰後的時候 包括這個 包括這個 這個 德國的 納粹德國的利爾法交易 那個 其實他也有請過說 要組一個 類似像是和解委員會 那這個 特別是這個 當時那個 德國勞動戰線跟那個 納粹黨組織負責任 他這個 這個 這個 他有一個說法 他有一個主張 就是說成立一個條件委員會 條件委員會 要做什麼呢 他有涉及大屠殺的 納粹黨員跟納粹的信存者 共同組成 我不知道這個提議 大家感覺起來 就是非常的 我自己覺得一個非常可笑的一個提議 就是 我們納粹在戰後 願意組一個委員會 來跟我們之前 屠殺的猶太人 和解共生 我們來組一個委員會 來做這一件和解共生的事情 不然在提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還特別提到 其實當時很多德國人 都有這樣的想法 不然的評論是 這種離譜的沉槍濫調 已經不是單純的來自上級的命令 而是一種自發創葬的老套詞 這是一個有趣的東西 不是有趣的 奇怪的地方 第二個 艾希曼的良心危機 這是指在戰爭最後的 二戰最後的末期的時候 其實因為當時已經 德國已經 基本上就是沒救了 就是 確定 基本上可以確定已經戰敗了 所以當時這個 第二把 剛剛我們提到這個 納粹帝國的第二把蕭 其實他開始已經下令 就是 暫時的 停止 滅絕猶太人的行動 他們希望透過這種事情 來跟盟國談條件 可以 尤其是因為自己當時希望 能夠成為戰後代表 德國跟盟軍這個 這個 這個 談論 談條件的這個代表 然後其實有 那時候有很 艾希曼的很多的他的同事 也開始 比如說 是不是我們不要執行 這個最終解決方案 看看 能不能在戰後的時候 我的罪可以少 這個 這個罪可以少一點 或者是說怎麼樣 這個時候 艾希曼醫生有兩次違背他的上級命令 其中一個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 1941年回憶的 呃 自己 艾希曼自己忘記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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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行動 第二個就是這個 他一來往常 小心翼翼的小心翼翼 再度主動 採取行動 當時的盟軍已經 基本上已經把德國交通系統 大概都很炒作 艾希曼在當時組成了一個 急行軍 就是把 這個數目大概是40萬德國人 40萬的猶太人 從布達佩斯出發走到澳地利邊界 大概只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我看那個地圖我覺得蠻厲害的 他蠻厲害的 在當時 他已經下令拆除了那個 奧州維西斯最有名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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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營 基本上第三帝國已經完了 這件事情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個1944年發生的這個事情 後來這件事情在艾希曼流亡阿根廷的時候 艾希曼非常高興或者是說非常得意的拿這件事情在吹噓自己 他說他完成了一個前無古人後無賴者的行動 然後把40萬的猶太人在兩個月的時間內從布達佩斯走到澳地利的邊界 這是根據先跟我們說到的那個史丹利斯的考察 他發現艾希曼不止一次 而且說是幾乎每次都要吹噓他的這個瘋瘋尾業 就是他這個把40萬的猶太人從 我當時自己看地圖我覺得那真的蠻遠的 然後兩個月 然後想那個時候交通系統可能已經都 鐵路也好或是什麼已經都已經就是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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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用這樣 這是第二個奇怪的地方 就是說違反他的上級的命令 第三個特別諷刺的地方是 艾希曼不只說自己不是我是地底 他還說自己是一個康德主義者 他的說法是說他是一個小人物 他這個小人物有自己一套居家使用的康德 他說根據我對康德的理解 我所說的是我意志的準則 必須始終能夠同時當作普遍立法的準則 各位如果稍微了解一下康德的話 你會覺得其實這的確是康德的意思 往往程度上是 可是這件事情要毀的地方是 把康德的道德理論 或者是說把康德的文體學當成是一個 為自己辯護說我為什麼接受 援手的命令的一個哲學基礎 這件事情也是讓盧蘭覺得非常莫名其妙的東西 就是非常奇怪的 就是艾希曼非常奇怪的一個部分 他居然可以說非常大言不慘的在談 就是說我的這個居家使用的康德 或者是說我們小人物 我們小人物所理解的康德就是這樣子 就是援手的命令 就是我的不厭立法的準則 這個東西我的意志認同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就要去執行他 為什麼我們標題會用理論殺人這句話 因為這個詞其實一開始 這個跟二藍沒有關係 其實我自己在 我覺得這個詞蠻有意思的 這是在《罪與法》這個小說裡面所提到 杜斯托爾夫斯基用 藉這個檢查班的之口 他說 我們來看這句話 他說 這是一個荒誕陰暗的事件 是一個在現代事件當中 人心啟蒙的我們這個時代的場路 有一些東西是書本上面的幻想 可是受到理論的刺激 然後我可以依據理論殺人 這是在指這個故事的男主角 這個拉斯科爾夫斯 拉斯科爾夫斯 他在殺人之後 他雖然有點痛苦 可是他無可自拔的擔定在某一種偉大的快感 這一種 就是我們葉錦正老師的翻譯叫做 正負情愫交融 就是這種矛盾的情緒 我的意思是說 根據理論殺人 這件事情 簡單的說 根據理論殺人 這個說法的意思 就是說 我能夠根據一個理論 來確定某一個人 他是應該要被殺的 照理來說 這樣的殺戮 或者說我殺了這樣的人 因為我有理論支撐 應該是非常合理 應該是沒有任何的情緒 可是剛好 這裡把這個小廚商討論說 即使在這麼有正當性的 我用理論殺人的條件之下 的狀況之下 我還是會發生一種狀況 就是我會產生這一種正負交融的情緒 理論上應該要有這個東西 根據理論殺人 其實根據理論殺人 我也應該要會產生這種情緒 也許我非常的內疚 也許我非常的 覺得這件事情可能 我不應該發生 但是如果大家回顧 把這個東西對比我們剛剛所回顧 愛心滿的一些奇怪的情境 你會發現愛心滿根本沒有這個東西 簡單的說 我要說的是說 理論上我們 你都可以根據理論殺人 你還是會有這樣一種覺得不安 詭異的這種情緒 那如果你不是呢 或者是說 即使你試的話 你也應該要有這種情緒 可是我們在愛心滿身上 我們是完全看不到這種情緒 這涉及到 為什麼我覺得這樣有趣 因為整個納粹這個極權主義的政體 這是二蘭自己的判斷 就是說 這個政體它是依據理論殺人 這是我的說法 就是說我們可以把今天主義政體 想像成它是一個可以依據 基本上是在依據理論 在殺人的這樣的一個政體 二蘭說這樣的政體 它其實極權主義 它沒有穩定的法則 所謂的穩定的法則 意思是說 在西方的政治思想裡面 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一個政體 一個政治體制 它要維持它的穩定 它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原則 這些原則比如說 這個 比如說孟德斯就有說法來說 貴族這種政治體制 它的原則是榮譽的 這個專制的這個暴君 它的原則是恐懼 恐懼也可以是一個原則 意思就是說 即使是恐懼 我們還是可以建立一個彼此的關係 我恐懼你 你恐懼我 不管怎麼樣 他都可以建立一個關係 這是他的原則 所有這些體制都是一個原則 都有一個 都應該要有一個原則 可是我們看到極權主義政體 這種政體 非常特別的地方是 它沒有任何穩定的原則 甚至它的存在本身都不是為它自己 因為即使是極權主義自己 極權主義政體它自己 它也只是促進歷史法則前進的一個媒介而已 所以 所以 極權主義政體 並不是用恐怖威嚇的能力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恐懼 其實可能也是一種原則 應該要說恐怖就是它的terror 恐怖就是它的本質 這個恐怖就是這個運動法則的實現 它的目的是讓自然力量 歷史的力量 能夠不受拘束的起訴穿過人類 我們綜合這個 杜斯托這個罪語法裡面的說法 跟這個二蘭對於其他主義的判斷 某種程度上 我們可以把納粹這個政體 當成是一個根據理論殺人 或者是說 它有它自己一個黨國理論殺人的一個政體 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基礎的政體 可是 就像二蘭所提到的 在艾西半身上 它完全完全全看不到 我們在這個罪語法裡面 小時候看到這個男主角 雖然他一開始殺人 他一開始覺得很有快感 他覺得他是依據某一種理論殺人 他覺得他有一種 我是執行者 我是在執行某些歷史的定律 或者是說執行某些理論的快感的狀態 可是慢慢的 他會有感覺到思想好像不太多 可是大概西班上完全沒有這些東西 現在我們來看到底前面二蘭一直在講 二蘭一直在講 就是說這個 本來有一個微波涉及到一個東西 就是 這個 好像在看前面 沒有能力 無能思考 或者是說 全無思想 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也就是說 如果像艾西曼這個人 像艾西曼這種人 他並沒有 他並沒有因為理論殺人這件事情 而感受到任何一點點的矛盾的情緒的話 那他到底他在想什麼 或者是說 也許他什麼都沒有在想 或者是說 這個狀態到底是誰 其中一個重要 其中一個有趣的事情 是包括在戰後 或戰後的一個道德混亂的現象 就是 無辜的公民 相信他們自己 以及他們整個世界都感受到 他們犯下了罪孽 這個部分就是 類似像我們現在有一個歷史供應 或者是說 集體責任的說法 其實二嵐是非常反對這個說法 因為 集體責任的意思就是 沒有人有責任 集體有罪的意思就是 沒有人真的有罪 而且更 特別的地方是 在 這些其實他們不是 納罪一份子的人 都感到集體的罪業 集體的罪的這種狀況之下 那一些罪犯卻很少有人承認 自己犯下的罪行 他們連悔悟的感覺都沒有 一點點都沒有 沒有人表現出懊悔 愛希曼自己說 他說小孩子才會懊悔 像他這樣的大人 是不會懊悔的 也就是說 類似像是這種 納粹的罪官 或者是說 真的在第一線執行 猶太人滅群的時候 的這些 他們是完完全全沒有 任何一個人表現出 他們有一絲絲的覺得懊悔 或者是說 覺得一絲絲的覺得 這個 我覺得我有罪 感覺到 一點點的 這個悔悟的感覺 反而是這些無辜的 沒有 沒有從事 沒有加入納粹 沒有 那種 涉及到這個罪行的 這些 德國人民 他們自己覺得 他們對這個世界有罪 這是一個非常混亂的道 非常的 混亂的道理現象 另外一個 文文茲卡 可能指的另外一個 意思是什麼 就是 偶然觀察到 在愛希曼 類似愛希曼 這種人身上 看到的一種 驚人的自我調整能力 我們剛剛提到愛希曼的一個小事情 就是 他在考察了這些東歐的集中營的這個 德泰滅絕的這個機構的狀況 之後回來跟他的上司報告 然後提到了一點就是說 我覺得這一切讓我覺得很噁心 好 但是 覺得噁心的 過了幾個禮拜 愛希曼又欣然的接下這個任務 也就是說 這個自我調整的能力 真的是非常的驚人 至少就愛希曼這個來看 他可以前幾個禮拜 他說他覺得這很噁心 接下來他就開始很認真的 很投入的在幹這些 他曾經覺得很噁心的 集中營這些 這些猶太人滅絕的這些措施 這是一個非常 怎麼講 就是那種道德崩壞的現象 是一個非常非常的 一個非常特別的現象 這個跟我們有時候看到一個事情 覺得很可怕 然後我們覺得這件事情 他有一個恐怖無情的後果 所以不太一樣 我們先看賀蘭這句話 他說這段話 他說 有時候我們會對一些恐怖無情的後果 有所準備 也因為承認這種恐懼 會讓大多數人變成懦夫 這個是指當時的 那在德國的情境當中 其實有些人因為恐懼 所以他變成懦夫 都可以理解 這一切有可怕的危險 可是賀蘭這句話很有意思 他說這些東西 並不會對 真正對道德產生衝擊 那什麼東西會對道德產生衝擊呢 就是這個現象 就是調整這個現象 只有在調整這個現象出現的時候 剛剛我們說到的 類似相對新判這種 前兩個禮拜才覺得是一切當決而失 後兩個禮拜你又開始性質勃勃的 帶出這種自我調整的現象 出現之後衝擊道德的議題才會出現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不是那種我因為恐懼 然後我可能跟黨國有一些扣協 不是類似像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我們還能理解 這東西其實他是不會對 所謂的道德造成衝擊 而是在你一開始覺得噁心 你一開始覺得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接下來出現什麼現象 你發現你不願意錯過歷史列車的機器 我認為這句話是在講他的老師跟前男友 老師跟以前的親人海德克 海德克同樣一開始也是對於納粹感到非常的不安 但是在納粹執政之後 海德克表現出非常的狂熱的 覺得這是一個歷史 他覺得這個歷史他要參與到其中的一個情緒 前幾年也是 前年也是跟海德克就是有一些黑色筆記本 因為海德克到底跟納粹的關係是什麼 這件事情也是一個學界的公案 然後大家討論來編入去 然後就是我們要說 有時候我們會開玩笑說要怎樣激怒一個 研究海德克的學者 就是你問他 你覺得海德克是不是納粹 然後對方就會因為不知道很大聲氣 然後前幾年那個 海德克的那個 他自己的一些黑色筆記本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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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出版 就是那個筆記本是他自己私下的一些筆記本 然後這個他的那個黑色筆記本出版之後 就引起很大爭論 因為他的黑色筆記本內 真的裡面全部都是這個 關於這個 返游的一些言論 然後這個出版之後甚至還造成這個 歐洲有一個海德克學會的這個會長 他就是請辭了 他就說我們有辦法再做這樣的研究 你就說這當然也是一個很大很很很很很引起很多轟動的一些 引起一些爭論的一些議題 就是說 這些人他們一開始他們可能覺得有點怪怪 包括他的老師還有一個 這些人他們其實有一點怪怪 一開始對於納粹 納粹起這件事情感覺到有點怪 可是他們很快的就調整了自己 他們覺得不管是各種 不管是為了要說搭上歷史的列車 或者是說像愛西曼這樣的狀況 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他前兩個禮拜覺得噁心 後兩個禮拜又開始跟著蓋石中營的這個想法是死 他可能覺得 我類似像是天將大賴一絲的臉 我必須要忍住這樣痛苦我才能夠升官 不管是像愛西曼這種可能單純只是希望 能夠有一些可以升官的這種情緒也好 你都會發現他們的調整的力非常精準 我們前面提到鄂蘭在很早的時候 他就離開了德國 他離開德國的一個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他很早就注意到 這一些所謂德國上流社會的人 照理來說這些人他們是 可能身體比較好 或者是說學問比較好 或者是說社會地位比較高 他後來發現這些人是最早自我調整的人 在鄂蘭其他的一些地方我提到 特點裡面還涉及到他的一些猶太的同胞 前面我們提到鄂蘭這會引起一些爭論的一個原因是 有一些猶太人會覺得你怎麼可以值得自己的同胞 可是鄂蘭當時在德國看到的狀況就是有一些有名望猶太人 他們是自己選擇跟納稅人做 其實不管他的 不管這個 他的不管 真正不管猶太同胞死自國的 是這一些 當時這一些 這個 這個 比如說這個 猶太地的這些 社會的動輿 或者是說這些 這些 這些權貴 這些有地位 有地位 有名望 有身分的人 他們是在 集權主義體制下 第一個 第一批調整自己的人 因為他們覺得 我依然會是在這樣的社會當中 我依然會是 記得利益者 我依然能夠存活下來 這是我認為俄嵐在探索的 叫做沒有人力思考 不能思考 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是 俄嵐官查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 艾西曼在審判過程當中 其實全部都是在講 官話 officialism 什麼叫做官話 我特地後面 我覺得應該要翻成官腔幹話的 比較 意思比較清楚 這是艾西曼自己說的 官話是我唯一的語言 意思是說 意思是說 艾西曼在討論到 在被問到任何各種 關於 這個 他在大屠殺這件事情上面 運送的太太 面格的這件事情上面的角色 他永遠都是官方混蛋 他永遠都是只有官方的說謊 他永遠就是 艾西曼提到一個滿有趣的事情 艾西曼這個人對於 當時那些帝國在不同時期 對待猶太人的這個理念 其實爆到口號 艾西曼都記得非常的清楚 他非常的記得在哪一個時期 哪一個時期 我們對待猶太人 在某一個時期 我們對待猶太人的政策 是希望他們集中到某一個區 在某一個時期 我們的政策是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甚至我們那個時期的口號是什麼 艾西曼記得非常的清楚 艾西曼對於是官腔幹話 都記得非常的清楚 這是一個滿有滿特別的一個 他們提到的一個道德困境 就是納粹其實非常艱辛的 在設計這些語言規則 達到欺騙與鬼衝的目的 其中希特勒頒布在 因為頒布的法律都會把謀殺改成 讓人安然而死 在審訊的過程當中 警官有特別問艾西曼就是說 上級命令有提到說 上級指令有提到說 你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盡量避免不必要的痛苦 所謂的任務就是指滅絕猶太人 正常人都應該會覺得很奇怪 你都滅絕猶太人 盡量能提醒 盡量避免不必要的痛苦 這句話應該是非常統治 因為實際上這些人基本上就是必死無疑 可是艾西曼的反應是 他不了解對方問這個意思是什麼 艾西曼完全不了解 我們先不管他是在演習 就是說他不了解這句話意思 因為對他來說 他沒有辦法原諒自己 或者說他沒有辦法勞恕的是說 違反指令造成不必要的痛苦 這個東西才會讓他覺得不自在 如果我違反指令造成不必要的痛苦 這件事情我會覺得很痛苦 可是把猶太人滅絕 殺人這件事情 並沒有讓你覺得痛苦 媽 各位可以從這段話裡面感受到這個 賀蘭應該 應該是賀蘭在當時感受到的奇怪的感覺 就是說這個指令本身就已經非常的奇怪 就是說我要滅絕太人 我怎麼還要強調說盡量避免不必要的痛苦 然後艾西曼自己在後來這邊問說 你有沒有覺得這句話有點怪怪的時候 他不了解為什麼你要說 為什麼你要問我這句話我覺得怪怪的 我覺得沒有怪怪的 上級的指令是怎樣 我覺得這件事情我要照上級的指令去做 如果我今天違反指令造成不必要痛苦的話 我會覺得很奇怪 這件事情我才會覺得奇怪 可是 你是不是忘記了什麼東西 你現在執行的是殺人的任務 這是 最後這段話 這是一個 蠻知名的一個越南學者 叫Self and Happy 他再回顧 在2011年2014年的時候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就是有Stanis那本書出來 然後他這裏有一篇文章 他就在說 到底我們現在是在審判厄蘭還是審判艾西曼 的一篇文章判緣 我覺得這個說法蠻有的 算是有點像在幫厄蘭辯解 他說 他前面他說其實也許厄蘭對於 艾西曼這個人的反憂 就是反憂派的這個部分 可能認識的不深 可是賀蘭有一件事情是 對的 就是 他在艾西曼身上看到死板的自以為是 誇大的行為上跟與世界歷史理論 就是剛剛說的那些類似理論上的東西 所推動的極端防衛姿態 以及 艾西曼那些基於腦補民主純粹性的狂熱愛國主義 以及對於猶太人權利的偏執的投射 以及對於猶太人在科學文學哲學成就上 異論妒忌 還有這個比猶太人的貪婪 懦 懦弱跟 假裝是 這個被檢選民主是猶太人自己的自我認知 等等這些 講道案的陣頭 我的意思是說 艾西曼在談這些東西的時候 剛剛我們一直在說這些東西都是官槍槓話 這些官槍槓話的某一個面向上面就是 其實艾西曼在談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些東西都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那些東西全部都是 簡單的說 那些東西全部都是黨國跟你講的爛逃 所以為什麼鄂蘭去了英吳沙門的時候 他會覺得艾西曼這個人 讓他真的覺得不知道怎麼看待他 因為他原本以為去那邊 除了一開手的說的 也許他會以為他想要看那個 或是真的問我什麼樣子 或者是說他以為到了那邊的時候 艾西曼會用什麼樣的立場 談論他自己 討論他自己的角色 來幫他自己辯護 鄂蘭全部沒有看到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全部都看不到 看到的都是這些被講道爛掉的東西 不管是對猶太人的想法 或者是說他對於黨國的認知 全部都是這些講道爛掉的東西 所以鄂蘭才會 我們那時候反正有EGO的時候 Berror的應該一個部分的意思就是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講道爛的這些東西 然後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幹話 這些東西就是鄂蘭最熟悉的東西 他一點都不陌生 真正的鄂蘭覺得莫名其妙的是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在討論這個鄂蘭的這個 或者是說在討論這個艾西曼會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時候會避免要去談到底這個 極權主義時代的這個政治道德困境 或者說後極權主義時代政治道德困境 其中有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從剛剛那些官昌幹話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東西 就是所有的這種道德的詞彙都會喪失 他原本屬於高貴意涵 變成為自己的行為辯護 變成為自己這些再擁場不夠行為的辯職 就像康德拿 就像艾西曼拿康德來自己辯護 他連執行那個班戶搜尋他都可以用 依靠這些哲學理論來辯護 這是鄂蘭在談這個 Panetic people 的時候 一個很 我覺得一個滿犀利的觀察 就是我們有時候會覺得說 講話很庸長很無聊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無聊的理解 但可能就是很無聊 但這個無聊的另外一個意思 其實是指這些東西說是幹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大家知不知道我想要表達的意思 就是說 這一些東西他可以講得非常的慷慨激昂 比如說艾西曼在臨死前 但他要被上吊後 他發表了一個非常 非常慷慨激昂的演說 他說再見了我的主播 我再見了阿根廷的主播 再見了跟國偉的主播 我對我所做的一切都不後悔 我這個 我為這個帝國的事業我沒有入本 然後我們中一天我們還會再相見 他是一個完完全全的 就是能夠用一種 一種 一種 道德的愚慨 但是這些道德愚慨 其實完完全全沒有 他原本那些東西 原本這個愚慨被發明出來 或者說被想像出來的這個意涵 他就單純就只是變成一種 為我自己情為辯護的一個辯職 然後下面這段話 是賀蘭在這個訪談裡面 他特別提到了 他說 我忘了主持人是問什麼問題 但是他說 他想要在這個時候 來談談愛西曼 愛西曼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重害呢 他說 你看 如果你跟這其他人一起走 這樣的一起走 就包含了某一種集體的行動 許多人一起做的行動 這些 許多人一起做的行動 他會產生一種力量 這些力量 是你在孤單一個人的時候 你不會感覺到他們的 你不會有 你不會有這種力量的感覺 問題也不會強壯 可是接下來 賀蘭說 由一起行動所產生的力量感 就起本身來說 他絕對不是罪 他是一個很平常的人性特徵 他不好不壞 他就是一個中立的現象 是一個人之為人 然後去描述的現象 在這樣的一個 大家一起走 這個集體的行動當中 非常顯著的愉悅感 但是接下來就是 他特別說 我要說的是 這裏面有一種現實的顛倒在運作 這個顛倒的是什麼狀態呢 愉悅的感覺會還是存在 可是當我們在談共同行動的時候 還有其他的東西 這些東西像是我們會交談 我們會討論 我們會寫上 我們會達成某一些決定 我們會承擔責任 我們會思考 我們現在正在做什麼樣的事情 這些東西全部都不見了 就是所謂又人在談這個現實的顛倒 這種顛倒的狀態是 原本這個共同行動裡面 我不否認 又人不否認說 這裡面是有一個愉悅的感覺 然後這裡面有一種其他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大家一起討論 我們一起做一件事情 我們大家會一起討論 然後我們可能得要做成一些決定 然後我們要承擔一些責任 誰要承擔責任 思考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等等 所有這些東西都被關掉了 艾希曼就是最好的運作 艾希曼這個狀態是 他這個毫無目標的單純的運作 當然艾希曼覺得他的目標 讓他覺得他是要勝關 以及一種在純粹的運作當中的 這種感受到的這種快樂 感受到的這種歡愉 接下來的艾希曼說 在我看來意識形態在這裡 並沒有辦點很大的作用 最後一句話的意思有點像是說 有些人會去強調這個 像我們前面強調的理論殺人 意識形態作為一種理論 然後這個歷史的法則 有沒有 惡然之以後來的說法就是說 這個東西我其實沒有 沒有看到意識形態在裡面 太大的角色在裡面 也就是說 綜合的這兩方暴 也就是說在這種類似像是 艾希曼或者是說艾希曼這一類人 這一類自我調整很快的人 這些人的狀態當中 我們會看到的是說 我們還是會看到某些集體的行動 可是我們在這些集體的行動裡面 我們會看不到這些後面的東西 我們只會看到有一些純粹的運作 有一些純粹的活動 可是沒有這些我們覺得可能 到我們在談共同的行動的時候 會有的這些東西 接下來這套我也覺得蠻有趣的 就說有人在提到說 在當時納粹德國這種道德瓦解 這些第一批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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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動搖反而是第一批投降的人 心靈上面道德上面投降的人 人的狀態當中 有一些人他們是 絕對不服從的少數 這些人有一些特色 他們有一個狀況 他們不會去推敲各種問題 不會去推敲什麼叫小的惡 什麼叫做對國家的真實 叫做謹守誓約這些問題 所謂的最小惡是當時 有一些那個納粹的障礙 正會自己辯護的一個說法 意思就是說 我知道我們現在政府狀況很 現在這個納粹政府狀況很差 但是我覺得我在體制內 我可以我還是可能 我可以在體制裡面挽救一些事情 所以我是比較小的惡 我是比較少的惡 如果我今天我不去承擔這個東西的話 換其他人來做狀況會更差 有態度會死更多人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也是在德國戰後的一個 自我變的這個辯護 就是說我是 我其實是去承擔這個最小的惡 我是這個怎麼說 就是感覺好像是說 我是為了救 我是為了救人 才捨身進入這個地獄的這個狀態 可是二朗說這些人 不是剛剛 不是剛剛那些人 就是這一些沒有道德 沒有退守 沒有棄守的這些人 他們其實是不會考慮這些問題的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不會去想這種什麼 叫小惡啊 或叫的通真啊 他們只有一個最簡單的想法 就是 根據自民的某種東西去行事 那個想法是什麼 那個想法就是 這件事情我不能做 所以他說 這種良知 這種良知其實不是很高貴的 很特別需要你到處去推理的東西 其實就是 我不能做 或者是說我做不來 所以二朗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良知其實在告訴你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我不能做 我做不來 他不是在告訴你說我應該做 我不應該 我不應該做 我不應該做 如果今天你是學生院長 如果今天你知道你下達了我的命令會導致 就是學生會導致裡面的人被打得突破血流 你會考慮的問題是你應該做嗎 不會你會考慮的應該是我能不能做 你應該先考慮我能不能做 我不能做這件事情 這我再來考慮我接下來應該要幹什麼 而不是 我是舉例沒有特別隱色 我意思是說 你不應該做這件事情 它其實涉及到一個東西 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我覺得我應該做的時候 我等於我就有理由 來為我的行為辯護 或者是說 我的責任就在這個辯護當中 好掉 我們回顧一下 剛剛我們談到愛希曼的部分 他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提到 也沒有在任何一個地方 他講到他的責任到底是什麼 就是你的那個回顧到底是什麼 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不是說 這個意思並不是說 你就一定有責任 而是你自己怎麼樣認知有責任 你今天可以說 學生暴力佔領行政院就是不對 這當然沒有問題 這個是一個說 這是你的觀點 這是可以討論的事情 到底在當時使用這樣的方式 占領行政院有沒有問題 可不可以 這件事情完完全全是一個 可以辯論的問題 可以討論的道德問題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 變成在談 我的能不能做的行為的辯護的時候 其實你的責任 或者就是說你的這個 就消失了 我認為有點類似像是這樣的狀態 大概西班這裡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的狀態 也是這樣的狀態 就是說當我一直強調我 因為統一之前我一定要去做 我一定要去承擔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忽略了一個 在問你的責任的時候的一個 最早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能不能做 黨國要我殺人 我應該應該去殺 我能不能殺 黨國要殺人 我可以有各種的理由 我會自己辯護說 我這樣做 其實我也沒有辦法 或者是說 也許我也只能夠這樣做 可是那你能不能做這件事情 這個考量能不能放在最前面 所以 簡直透透透的意思就是說 有時候在 本來有Evo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其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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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論這個東西的時候 常常會造成一種誤解 就是好像是說在 如果你活在一個威權陣體 你活在一個極權陣體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是 我是不是就是 得要很小心的 很小心的在想 什麼時候應該要反抗 是不是要為他命令 或者什麼 好像感覺它是一個很高的 道德標準的要求 可是若然 要說的剛好相反 若然要說的就是說 其實在這一種正題裡面 你只要想的事情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你能不能做 或者是說 所謂的思考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這個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 無關乎你 無關乎認知 也不是什麼專業的 特有的認知 而只是在你的意識當中 既有差異的現實化 惡欄的舉例就是說 思考這什麼東西 思考就好像 人在你的心中 一分為二 你會想這個事情 是這樣子嗎 這個事情不是這樣子嗎 就是一分為二 所以說這個 差異的現實化 這一種 有意義的思考 不是少數人的特權 而是人人都有的能力 同樣的沒有能力思考 就像這個愛希曼這種人 沒有能力的思考 也不是欠缺腦力者的特權 而是人身上都存在的可能 特別是像我自己 經歷看到的這些 這個第一批 這個在道德上面棄手的 這個不管是他的自己的同胞 或者是當時的那個社會的動揚 好接下來要來說 我們談的不是惡 不是罪或文學當中 作為壞人的那種反害英雄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這些人 其實他們一點都不邪惡 他們也沒有特別的動機 的這些尋常人 可是也正是因為這樣 他們有能力去做無盡之惡 而且不像惡人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些 罪或是文學上面的 這個壞人這些反害英雄 他們在五月夢回的時候 他們都會覺得很痛苦 或者是說他們都會掙扎 就像我們剛剛說到這個理論殺人 即使是這樣的理論殺人的狀態 你都會覺得這個東西 我是不是有哪裡出了問題 或者是說這個狀況 到底有沒有問題 的這種掙扎 這一些沒有一點不邪惡 沒有特別動機的尋常人 他們能夠有能力去做無盡的邪惡 而且不像我們剛剛提到的那些惡人 他們從來不會在午夜夢回的時候 覺得痛苦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想過這個事情 或者是說他們沒有思考這些事情 所以真的 這是惡人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 當你遇到愛希曼藏 對於是愛希曼藏的人的時候 你的問題不是你為什麼要復仇 而是你為什麼支持 這個層次是有差別的 所以有句話 這個 我記得有時候在惡人的梗 我會看到就是 就是 服從就等於支持 其實換過來的說法就是這樣 就是你服從你其實等於 就等於你支持的這個政權 那其實後來惡人在談 在 在 那個 這個 這個 那個 這個 寫完那個愛希曼的這個 受審記錄 受關審 關審 關審記錄的時候 他開始 他開始大量的評論一些 當時美國的一些狀況 然後 有一些東西他也覺得 他開始覺得這些東西可能跟 他以前在德國 或者說在希曼身上看到的 可能沒有 可能沒有本子上面的差別 就是 當時美國在這種形象兜售 或者是說這種 這種 這種 這種形象經營的這些話術 剛剛我們提到 就是 如果 如果 這個 這個 應該在這裡 我這裡為什麼寫 擁長的 擁長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 這個 一切的道德與非都會失去 他原本高貴的意涵 也就是說他可能都會變成幹話 就是 當時極權主義的這個政體 他用恐怖的方式讓類似 像是來侵犯這種人 他們覺得 自我調整 他們快速的調整自己 可能跟現在美國政治 這個 習相勾收之間 可能都沒有距離 因為 都一樣 大家都要依照規定去說 類似像美國這種 習相勾收的這個 可能也是極權主義的溫床 極權主義的一個溫和的版本 就是 政客辦出一種 安全跟保障的文件 像要求公民付出 他們的權力來交換這個運動 也就是說 惡的擁場 我們在講惡的擁場的時候 剛剛我也提到 就是說 他的羞恥本身 可能一點都不擁場 他的遲早可以很華麗 可是不管怎麼樣 他都是 黨國灌輸的那一套東西 然後在先進的民主國家裡面 他可能會變成 他已經可能已經變成 日常的這個習相勾收的話說 而這些東西 在惡人看來 可能都不過只是黨國的翻牌 其實我覺得 就是說大家在討論這個 這個 關於艾希曼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 某某程度上這個 到底他的真實形象 或者他這個人 我覺得這可能不一定是重點 我覺得關鍵是說 類似像是艾希曼這種 很快的能夠調整自己 很快的 能夠用各種的這種 華麗的 黨國的與貴來包裝自己的 這些 這些 這種詞彙來包裝自己的 這些 這種人 他可能 在現在的民主政治當中 他可能 也不會消失 或者就是說 還是會一直存在 這是我最後一點點 簡短的想法 對 不好意思 我好像耽誤了很多時間 謝謝大家 那 那個 我們先開放現場的 疑問 那有沒有朋友 有什麼 疑問 或者是 想要 提出來 想要分享的 請問一下呢 現在德國人對納粹這個事情是非常抗拒嗎 有到避而不逃嗎 因為我知道他們就是七德勒的書他們就是完全都沒有辦法 看嘛 應該是就是 很反感 就是 完全到你可能會不就找不到 會到這個樣子 你說現在德國的 狀況 對 對德國的人民 對 就是他們的歷史 就是他們有真的是 正式這個歷史 或者是 想要去 所謂的真的 轉型正義之類 呃 現在德國的狀況 然後說這個東西 就是像德國在最近幾年也有出版就是所謂希特勒之前的自傳這個Minecraft 他用很多 呃 怎麼講 很多的 呃 歷史學者有去幫這個Minecraft去加注之後重新出版 所以實際上可以找得到希特勒有去做 然後像說 轉型正義的這些議題 我之前在德國的交換議題 所以呢 我剛好上到他們的歷史課 就他們的歷史課 我幾乎可以說是幾乎 呃 兩個學習嘛 兩個學習都是在講 後面這一段納粹 納粹的歷史 還有 那個納粹怎麼去多權 還有呢 怎麼利用的這些國家機器等等 去讓滲透到人民的思想 所以 他們對 呃 德國思想 德國那時候大歲的反思其實是蠻多的 有沒有 你會這樣子認為 現在德國人的狀況其實我 我這方面不是專家 我也不好幫德國人回答 但是我覺得剛剛我們有提到就是說 德國戰後有一種情緒叫做 有一種說法叫做集體責任 意思就是說 我們整個德國都必須要承擔這樣的責任 那包括像是惡人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 那個倖存者 那個Jung Henry 他其實都對這樣的說法非常的反感 其中Jung Henry的說法就是說 你這種集體的 就好像感覺到 這個好像就是說 我們只要 我們只要嘴巴說 我們大家都有罪 那我們就不罪 所以各位知道這個感覺 各位了解這種感覺 就是說這是我們的歷史供應 那就沒有人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 而且這裡面還有一個 吊詭的地方就是說 有罪或者是說無罪這件事情 到底是誰來判斷 在被害人 也就是說在猶太人沒有在現身的狀況之下 你一個人對著空氣說 我們大家都有罪 我們集體有罪 這個東西不是一個很偽善的一個姿態 然後當時其實在要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也算是 蠻特別的事情 是當時 後來這個愛心曼就被宣判死刑 在他執行死刑前 那個 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猶太藝的一個哲學教 叫馬尼布格 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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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應該是人在美國 他有一個類似像是猶太協會 那時候有緊急上 就是 就是 緊急的那個 這個那個 就是 就是寫信給當時的那個 以色列的總理 就是希望 不要判 愛心曼死刑 理由是 如果 愛心曼被判的死刑 如果愛心曼被處死的話 是不是 那個 德國人 就覺得自己 可以從這個罪當中設定 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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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猶太騷謊 我們都已經猝死 那 你還要我怎麼樣 我就已經 我都已經 談罪 就是說我們在談罪 或者說責任這件事情 其實 它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東西 如果我們今天不具體的指涉到一個 具體的事件 具體的人 具體的負責 其實在談論什麼集體 共同啊 責任啊 罪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公話 其實幾乎所有 還有後來在反思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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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那如沙的這個 包括賀蘭 包括昆德 包括這個這個 這個阿瑪瑞 它其中都有類似的反思 就是說 這個東西如果我們 後來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有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提到說 類似像司法審判這種東西 司法審判有一個特色 就是我在面前 我在這裡受死的時候 我是一個人的身分 所以你一定要被問我做了什麼 我一定要去回答 我有什麼樣的責任 我一定要去回答我做了什麼 我以我個人的身分 在承擔這件事情 我不能夠把這個東西評估特給體制 所以 你如果 在 被 上了法庭之後 你說 我無罪 是社會有罪 是體制有罪 這是沒有辦法 接受的 你不接受這樣的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覺得 類似像是那種 轉型正義啊 或者說基隆的問題 其實他有一個困難的地方是 在他經過好幾代之後 其實 那一種 就像我剛剛提到那個 他其實他有觀察到 當時的等國年輕人 已經 當時的等國人 當時的德國年輕 剛剛戰後的德國年輕人 他們已經覺得這件事情很煩 就是說 怎麼又要講 那誰到底什麼 不是 戰爭不是都已經結束了嗎 我們不是都已經 輸球 不是輸球 我們不是都已經戰敗了嗎 那我們不是已經賠償了嗎 然後 我們不是 這個 這個 我們不是這個 這個 都有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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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沒有很 可能沒有很 我們不是都已經在抓捕 是先拉稅 所以戰犯 然後包括說自己 德國政府的態度 其實也是 就像我剛剛提到其實目前 艾希曼還有非 關於艾希曼的很多檔案其實都還沒有公開 然後 包括這個 艾希曼在 我們剛剛說這個艾希曼被 被以色列的特殊綁架到 以色列的時候 以及一些國際的爭議 有趣的是 德國政府在 這個事情上面完全沒有說謊 他們完全沒有任何的意見 也沒有任何表達 表達說 我要怎麼樣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認定那是阿根田的公民 當時艾希曼是阿根田的公民 那已經不是我們德國的公民 好像艾希曼這個人已經跟德國沒有關係的一樣 我意思是說 其實 我們要面對的一個道德的困境其實是 社會對這件事情的冷漠可能才是草害 整體的冷漠可能才是草害 所以 才會有像這個 剛剛我之前提的那個一個狀況 就是說 他一直覺得 非常 他在 他戰後來到德國 他覺得 他這個社會 他活在這個 他活在當時這個 戰後德國 他覺得 非常地不自在 因為 每個人在知道你是猶太人之後 就會這種 露出 對你露出這種 喔 類似這種 類似這種 表情 或者是說類似這種感覺 可是 你又很 看得出來 他們其實沒有真的在意這件事情 他覺得 他覺得這個社會真是偽善道道 他覺得非常的偽善 然後冷漠到 他覺得他根本 他覺得身為一個集中瑜的性質者 然後他覺得他真的沒有辦法 然後每一個節目上 找他都是要談他在集中瑜的經歷 然後 好像他的人生除了集中瑜那一段之外 他沒有人生沒有任何可以談的東西 所以 其實有很多的集中瑜的性存者 他們在戰後的時候 他們反而是沒有辦法 他們對這種狀況其實非常的不自在 或者是說 像另外一個滿知名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個 性存者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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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應該是李偉吧 對 拼摸的意義 他其實是後來他就自殺 所以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適應這種狀態 所以說 如果你要問我 說現在的文人到底怎樣 怎樣看待這件事情 我可能沒有辦法 我可能 我可能不知道現在的文人到底怎麼看 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其實 類似像是那一種 戰後的事情 或者是說這種 這種 關於轉型政業的事情 其實 他所預設的常態可能是 整個 整個社會 包括整個國家都是非常冷漠的 在看待這件事情 冷漠甚至是偽善的 在看待這件事情 這是我的想法 對 對 對 那有請問嗎 先後面那一位 然後再請問這一位 謝謝 喔 就是 剛才 因為找不到位置 結果在旁邊聽完了這張演講 但在我提文之前 我要先做回小生理 因為我提的問題 可能還會跟這張演講 最主要的共向大一張 因為 對於整個IQM的系 不是在那裡納粹德國的角度去看的 我認為就是用流太人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不完全是正確的 因為像是在整個納粹德國在戰後 其實大部分納粹德國的納粹分子 並沒有接受到真正的審判 納粹保大臣他也模式把一群票官抓起來 然後去做一個象徵性的審判 象徵性的拆決 甚至在整個審判裡面沒有包含德國籍的行官 然後也沒有包含 就是你沒有採大任何德國籍律師 甚至是檢察官的證職 也就是他們是 就等於是盟軍開掛 戰展其實會有點激動 那就是盟軍想要做一個至高無上的道德審判 去就說納粹就是壞人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整個納粹保大臣 他其實只是一個象徵性的審判 當然艾西邁也有信 就是連以色列官方都承認 他是被綁架到耶魯撒爾地域審判的事情 所以我會認為說 其實以色列官方只是想要把這個頭頭 進行一個心事問題的動作 因為憲法之下也有另外一個 還有你的那個 納粹德國的戰犯 他就是在當時阿登聖林一帝 他叫一部分的德國人穿盟軍的制服 他會進行偽裝 然後去盟軍的敵後 當雙邊戒聯的證明 這是在當時非常嚴重的 違反民進法的一個法覆 但是以色列政府去跟他合作 甚至去進行日後的一些受夥的工作 所以我認為這個 這個艾西邁審判 就實際上來說 他只是一個象徵性的政治舉動 或者是說正面一個導火審判 那至於以二蘭的角度這邊去看的話 我會說二蘭是認為說他在那個 就是二蘭的三大行動裡面 分別是思考工作跟行動 那也就是二蘭覺得他沒有進到行動的這部分 他只有進到所謂工作這部分 就是他去執行 他去達成他所想要達成的目的 有沒有真正經過思考 也就是他可能經過一個自我對話的過程 然後去產生出一個介入 但是在這場演講 前半部分有提到說 艾西邁在早期其實是有做一個 類似於挽救猶太人的活動 也就是在當時送到俄羅斯的 也可能會導致猶太人被殺掉的事情 總之就是 對 對 就是 就是我覺得 愛西邁是不是真的沒有達到二蘭所說的行動程式 我覺得這是不可靠的一件事情 但是 我覺得我們在一個道德制高點 去審判這件事情 甚至審判二蘭的理論 本身是一件不正確的 我認為我們應該要接受到更全面的意見 才可以達到二蘭所說的用愛去幫我們這些事情 對 所以我想提的問題就是 那請問一下就是 教授有接受過 那個 納粹德國那邊的觀點嗎 還是就是 以那個 幸存者的聲音 還有 事後的事情 去做一個探討 還有再補充一點就是 萬元戰後德國人對於 納粹事件的看法 我自己是只有訪韓過一位 但當然也是不經意的要過 他是已經孫子世代 他認為納粹是他也演那一輩的事情 他自己本身也是已經聽到的 因為他們整個高中的歷史教練是非常強調 而且要他們不准有這種思想的事情 然後 至於老一輩的德國人 他們則是認為就是說 這是一個已經發生的歷史事件 然後他們只能做他們最好的事情去 避免這些事情 然後在德國國內是不能發生有任何跟 納粹類似的崇拜 甚至連他們要唱納粹的軍歌 或者是他們國歌的另外一段 都是一件違法甚至被禁止的事情 至於打好集中影的內部 也是非常的強調 就是整個他們對猶太人做的所有事情 你可以看到他們做了一些 實驗接迫 甚至非人道的 對 在探討送到他連結的部分 好 總之這就是提外話 總之想要問一下 就是問一下照 所以就有沒有那個 有沒有從紅軍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就從納粹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而不是從紅軍還有後現代去看這件事情 我們現場沒有後現代主力啊 我們現場沒有後現代主力啊 那個 收集一下主力 好 都可以 那我們一併先收集前面還有一位的問題 然後再一起回答 好 我們來 對 好 對 我們今天很精彩 就是 到一個感覆問題 就是 比較簡單 就是他 稍作補充就好 就是說 因為前面其實有提到 那個 以前區分的二藍原本 後面有說 根本二 後面在討論那個 惡的工廠 那就是後面又出現那個 理論殺人跟那個 幹話 幹話執行殺人 那這兩者 這兩者 這兩者概念的對應關係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那個 就是 理論殺人 其實他有點對應 那個 就是根本惡 因為理論殺人好像有種崇高感 然後有種掙扎感 然後覺得自己在做一件偉大的事情 然後又去殺人 然後又有一種激情 他跟根本惡是不是有種連結 那另外就是 那 幹話殺人 是有人做出了 理論殺人 這個理論之後 然後 有人聽從了 理論殺人 然後他去 理論殺人 衍生出幹話殺人嗎 那就意味著好像說 那那個 惡的 擁場 然後他成他也是依附在 某些有人做出了 根本惡的行為之下的一個 服從執行者 這個到底是不是有這種 對應關係 就是一個簡單的 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 其實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複雜 有點開放性的問題 也有點就是 回到剛才提問者的一個 一個說法 就是說 因為其實今天我們會提到說 艾希曼審判一個問題是那個 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 一個是關於我們如果判定艾希曼 他的惡什麼樣的問題 另一個你也提到就是 二藍引起很大爭議的原因 是那個 他指出當時很多 猶太影秀跟 納粹友和這件事情 那這兩件事情之中 我覺得有一個 連結點 那包括就是說 這連結點就是說 我們是否要收集到了 足夠充分的 當事人的資料資訊 我們才能對於 就是他的行為就是一個判定 就是那個 像剛才提出那個 2011年起的那個 就重新講 艾希曼其實很狡猾啊 這些人 沒有更多資料說 他可能並不很憂常啊 他很狡猾 那有更多資料 還要讓我們 無法去判定 艾希曼是 才會是憂常的 那 當時的 那些猶太人的 那些社群也是覺得 就是 惡然你很早就離開歐洲 然後你 完全沒有很了解 當時的狀況 你所犯法去指責 就是 留在歐洲 那些猶太人領袖 如何跟納粹不錯 那同樣是說 你在 無法收集到 足夠的資訊 意見的情況下 你如何能做出判定 那 我覺得這個 這個問題就是 他應該怎麼討論 就是我們今天 無論是審判艾希曼 還是審判惡人 是否都會 跟就是 我們 是否收集到了 足夠充分的資訊 才能做出論斷 是否 這關係什麼 你剛才提到 二藍說那個 思考其實未必 跟認知有關 這 這條這些是 什麼 就是我其實覺得 就是 蠻困厚的 我 我先問一 那個語中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比較簡單 涉及到我自己用的這個 詞彙 那是理論殺人 那其實我用這個 詞彙的意思 其實是 雙重的 這個就像我剛剛一開始講 理論殺人 它是一種 這種說法 它指的是一種 最具正當性的 殺人的形式 就是我們在 杜史索伟夫時機 最與馬曉說 因為一開始 它的原本的意思 就是理論殺人 然後在這中間 有一個轉折 就是說理論上 你根據理論上 你會產生某一些 不一樣的情緒 某一些 奇怪的情緒 到了最後 理論殺人 他的另外一個意思 是說 黨國理論殺人的意思 是說 這種 對口的這種 比如說 我們會看到 在愛心曼這種現象 就是說 他可以有自己 一套的理論 來辯護 為自己辯護 自己 其實也不是為自己辯護 來說 這件事情 本身是無可避免的 或者是說 這件事情 他就是會發生 甚至不是為自己辯護 我剛剛一直在常教 愛心曼對於 在這個受成過程當中 對於自己 在這個 這個 涅瓦太陽的帝國事業裡面 到底自己的角色是什麼 他的認知其實很少 他的 他的說法其實是很少 也就是說 我覺得 那個 理論殺人 或者說黨國理論殺人 這是我的說法 就是二人的說法 就是說 我覺得這是在串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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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在說 然後後來再講 這個 一個重要的 我覺得一個 也許可以說得通的 一個 一個連結 然後你最後一聽到說 到底要確認一個人的責任 他可能是要根據 更多的事實 或者是什麼 對吧 就是說 就是說 來確認他到底在 這些某些事情上面 他的行為是什麼 我覺得這些東西 其實他本來就是 二人的情況 或者是說 那我們在談審判 我們在審判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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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們最後提到 我們審判 在審判的時候 我們絕對是在審判一個人 一個活生針的人 而不是在審判一個機器 而不是在審判一個 呃 體制的羅斯丁 如果只是這樣 那就沒有 那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說 這也是為什麼 二人去到印度三人之後 他覺得非常的失望 一個原因 因為他可能原本有 他覺得他可以 從艾希曼口中聽到 某一些關於他自己的東西 但他發現完全沒有這些東西 對這個東西 換個角度來說 類似這樣的 羞恥這樣的語言 就是 我的角色不存在 我在這件事情 其實我的角色不存在 在某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並不存在 我正在睡覺 所以 某一些責任 並不在我身上 類似像是這種 我並不存在的羞恥 就是 東西我覺得 會是我們現在在談 到底 我們現在要講 Manetal Vivo 我們要講 艾希曼 我們現在要回頭看惡人 這些東西 我們到底想要從這裡面得到什麼 那所以 看起來不是已經過去了嗎 然後極權主義時代 看起來不是 不會再來臨嗎 可是 有一些東西 有一些 我說的那種語言的形式 這種特別的語言的形式 就是這一種 我並不存在其中 他已經無關乎事實 或者是說 無關乎事實的多廣 我不在存 我不在其中的這種 這種語言 這種 我不在其中 所以我不會有責任的這種 這種語言的這種 這種 這種 理論也好 論述也好 這種 羞恥也好 其實他都還存留在 後極權主義時代 或者是說 這個 這個 他並不會因為 那些帝國 第三帝國的瓦解 和消失 對 然後 回答後面那個 我覺得沒有什麼 後現代的東西 然後 然後 第二個 我 我覺得沒有主流風向 這件事情 呵呵呵 對 你剛剛的說法是說 納粹德國有他自己的 也許可能有他自己 他們的觀點 其實這個觀點就是 艾希曼自己也是拿出來辯國 他說我這個東西其實都是國家型的 包括他律師在對我們 也就是說 艾希曼有一個說法 他說 如果今天是我們德國戰勝的話 那就是換我受審 那就是換我審判你們的 某種程度上 這樣的話可以成立 因為德國戰敗了 所以有所謂的戰敗這件事情 但這件事情還有涉及到另外一個 我剛剛一開始提到的問題 我們要如何界定戰爭行為 如果今天兩國交戰 因為在交戰的過程當中有了傷亡 我們還可以解釋說這是因為戰爭行為 但就像我一開始在說 為什麼惡然覺得這件事情 不應該發生的時候 我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 原則上滅絕猶太人這件事情 根本不是戰爭行為 為什麼當時的德國要去做這件事情 惡然沒有辦法理解這件事情 或是說這件事情沒有辦法理解成戰爭 請問羅太人是你交戰的過程 不是啊 你交戰的是英國 你交到你是化國 你是猶太人 為什麼你要在 你在戰爭的期間去做滅絕猶太人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還可以算是戰爭行為嗎 我沒有 我不是肯定去 我是疑問去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滅絕猶太人這件事情 而且他到底能不能算是戰爭行為 這件事情是很有問題的 然後接下來是 惡然自己也 也某種程度上他也反對 某種程度上他也反對 某種程度上一開始反對 有以色列來審判 那包括他老師雅思培的說法 他的老師雅思培是認為應該有 聯合國來審判 然後包括起訴的罪名 這件事情很有問題 其實在起訴的過程當中 類似像是艾西班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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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說法 二欄有一個 二欄有一個詞 叫做Descommerde 什麼意思 就是辦公桌的謀殺者 也就是說他並不是親手去 他並不是親手去殺戮 他是整個殺戮行動 或者是整個導致猶太人滅絕的 這個行動的策劃人 這個策劃人 但他不是第一現場的兇手 所以當時這個 你這類似像要起訴他的時候 其實在這件事情上面 也是滿麻煩的 因為也要證明他 因為你真的找不到證據說他有 親手殺戮 後來好不容易好像不通過各種管道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很細索的黑險 在匈牙利期間 曾經就是 曾經就是 因為殺了一個猶太 猶太民族 就是像是這種 這種東西 這個東西很可笑 這個東西反過來 也正是我們今天在看這個 類似像是 可以從我們看到西班這個 這個罪行的時候 你要說這樣的人 他們罪罰 我的意思是說 現代的懲罰裡面 你會發現用愛西班身上是沒有用的 我們現在懲罰一個人 我們希望他 有幾個想法 我們希望他 改過向善 然後可以重新回到社會 對愛西班這種人好像如想 這件事情好像沒有意義 然後第二個 我們可能是 就是希望說他 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負責任 但是如果他堅持他自己的事情 又是國家的行為 他只是國家行為的執行者的話 我們也沒有辦法 好像也沒有有正當的理由 懲罰他 好 我們好像只在下一個理由 就是復仇 可是如果撇開這個最古老的人 那個仇恨 這個情緒的話 或者說撇開猶太人跟他情緒的話 類似像愛西班這種人 我們能夠用什麼樣的罪名 或者是說我們認為他到底犯了什麼樣的罪 而說明說他應該要受死 這是一個戰後 包括俄蘭自己意識到的一個戰後的一個重大的一個 道德的問題 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已經超脫了這種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戰 然後一個審判戰犯的這種問題 他已經涉及到 或者說我們能不能定義有個東西 後來有一個東西叫做反人類罪的這個東西 惡蘭主張是愛西班要以反人類罪 而不是菩薩留在人的罪名 判死刑 對 就是 我覺得是 畢竟我也不是國際法人家 我的意思是說這件事情所引起 某一些道德上面的這種 或者說我們對於正義的某一些束縛的想像 如果愛西班完全可以贏罪的話 他是完完全全脫離我們 對正義最束縛的想像 最後一輪朋友有什麼想法或是意見想要提出來 或是提問 對 沒關係你說你說 喔 就是 如果沒有要提問的話 我想要補充一下 我剛才有點太激動了 就是 昨天三點就是我認為這整個審判這個就是贏用 第二個 我剛剛那個錯誌 我要用的是後幾個問題 然後還有 這個麥克風 好 還有就是 我在想的是 大學德國的部分 因為我剛發現我根本沒有問到我的問題 就是 我想要用一個哲學上面的解釋 為什麼 愛西班會認同他自己是一個康德主義者 是因為他的確是一個康德主義者 因為康德裡面自律背板裡面提到的所謂那個應該 他其實是一個先於接觸現象界的東西 他是一個屬於物質界的東西 所以簡單來說 這些東西是在你思考以前 你就會有一個自然而然的應該下 也就是我應該要做什麼 然後不是基於說什麼願望什麼 就像是 我捐錢是因為我覺得我應該要捐錢 而不是因為我捐錢之後 我可以得到一個道德上的滿足感 所以我認為 我在這邊給愛西班的解釋是 他認為這一切都是他應該做的事情 而不是他必須要滿足什麼事情 然後 之後為什麼愛西班在戰號來說 會繼續炫耀他的攻擊 我認為這可以用胡塞爾的那個 衛生時間流 就是他的 雖然外面的時間一直在演進 但他裡面的那個自己一直活在納稅的那個範圍 幾天之後跑出來了 甚至到一路上 但是用納稅的某的方式去 詮釋他當時的行為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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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官話的這個部分 然後 對 這是我對於這兩點的提出一個解釋 所以我就想說 或許是可以解釋 惡蘭還有獨想者對於那個時候的疑問 然後再來就是 我想補充一下我剛剛的問題 就是 獨想者有沒有從 那歲的我 那個時候的 這樣子的情境去推倒說 可能愛西班會有這樣的反應 也就是有沒有從 那歲的我腳步去看愛西班的事情 這是我原本最原初的問題 這樣 也就算是一點小小的 好 謝謝 我 我簡短補充一下 就是說 基本上 包括連惡蘭自己 他都不否認這個審判 就是一個政治表演 他們認為說 其實他看這個 德瑞瑟的這個狀況 就是說 你們根本就只是想要拿 愛西曼這個人 你們並不想要真的知道 愛西曼做了什麼事情 你們只是想用這件事情 來強調德泰人的困難 這兩個人有差別 一個是說 我想要了解愛西曼 到底在這過程當中做了什麼 就是一個 只是我們剛剛跟你們在講 法律的事 第二個 所謂的政治表演的部分說 你只是拿了這個人 他也許真的是一個 壞的人 真的是一個惡人 你們只是拿這件事情 來強調 猶太人的困難 但是 惡蘭的後面這件事情 他是非常的突然理解 其實這也是這本書 為什麼會讓他的猶太同胞 對他非常的不諒解 因為二蘇 惡蘭非常的反對 你用一個民族自己的困難 強調這件事情來強調 然後用這個東西來理由 作為理由來強調自己 現在這個民族的存在 現在這個國家的存在有多好 用這件事情來證明 我們真的需要有一個國家 我們需要一個使用 我們猶太人的國家 不然我們就會像一個這個 惡蘭自己有說 他寫完這本書的時候 他感覺到 這也是他引起爭議的一個原因 他知道他寫完這本書的時候 他感覺到自己非常的舒暢 我覺得那個詞 聽在任何一個 他的猶太可能 或者是說 這個困難統合的說法一定都是非常適合 為什麼他會感覺到舒暢的原因 是因為他覺得 他終於擺脫了 作為一個猶太人的身分 來看待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他的認知是 他 並不是作為一個猶太人 在看待這件事情 在寫這本書 在看待這件事情 然後 他可能覺得他自己過去 很多東西 他沒有辦法擺脫了 但在這件事情上 他終於覺得他可以滿足 所以他覺得非常舒暢 所以他有一些猶太同胞 在談到他的時候 在談到他這本書 或者說談到他這些 對於西班牙人判斷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你根本就沒有 對於同胞的愛 某種程度上這種指控也是成立 因為俄蘭茲啟航就是不想要從猶太人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 這個東西俄蘭茲先幫查 他某種程度上 就已經是想要 跳脫所謂的德國人 猶太人 或者是納粹的觀點 猶太人的觀點 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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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處理 來看待這件事情 對 這是我的 我剛剛 第二個 你有幫忙 對 第二個 問題 沒有 好啊 沒關係我也忘了 好好好 想起來 在這 那 還有 沒有有什麼疑問要提出嗎 那 如果沒有的話 就今天非常感謝大家才能 然後先請大家可以講這 掌聲 謝謝大家 那今天活動就到這邊 然後 請大家繼續 歡迎大家繼續參與哲務 然後也給 就是牧者這邊支持這樣 那就今天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